老哥萌好,天王炖蘑菇,我是Z师傅 闲话不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JUQ16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这个女人叫小美 他俩是一对小夫妻,小日子原本过得挺滋润的 好死不死,小帅喝了成功学的毒鸡汤后,竟然辞掉了原本稳定的工作 自主创业,开了个保洁公司,身兼董事长加总经理,加业务员,加财务加保安等多个职务 还拉着小美跟他一起打拼 然而,在残酷的商场竞争环境中,他们这种夫妻档的小作坊,又怎么干得过那些业界大恶 随着甲方爸爸纷纷被挖了墙角,公司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眼看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在这样的窘境下,夫妻俩商议后,小帅继续当她的董事长加基里咕噜 小美则放下董事长夫人的架子,到处去找工作 这天,小美来到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应聘 面试官是社长老彻 别问世界500强为什么没有HR 找工作,我要跟老板 几句寒暄之后,老彻这才发现,眼前的office lady竟然是之前的宝洁阿姨 小美也不藏着噎着,将她家目前的困境全都搂了出来 老彻深调遗憾,随后问起她的工作经验 小美坦言,婚前做过社长助理 由于那个社长是老色批,经常对她性骚扰,所以就辞职了 那是因为你们遇到彻业这样的社长,她就从来不会性骚扰女员工 老彻表示,她招聘的是私人秘书,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的那种 我说什么来着? 她从来不骚扰女员工,都是打职球 有一说一,日本职场真是太黑暗了 小美这时才出狼窝,又入虎口 药哥以前,她早就拍桌子翻脸走人了 可是经济窘迫的当下,面对高薪的诱惑,她不免犹豫了起来 看到小美的迟疑后,老彻便放宽了条件 不用fuck,只要kiss 对于这样宽厚的条件,小美也是实动然锯,啥又拉拉 回到家里,由于财务问题,小美和小帅大吵了一架 小帅的顽固,傲慢,给小美气得一个劲儿的硬硬硬 痛定思痛,她暗自做出了决定 转天,小美来到老彻公司,请求她的录用 老彻让小美拉上百叶窗后,进入到了口试的环节 好不容易熬到口试结束,小美已经是破大房了 但凡小帅有老彻一半的能耐,也不至于连老彻一半的能耐都没有 老彻一声恭喜入职,才让小美回过神来 一转眼,已经是两年后,这一天,老彻来到社长办公室 小美便向她汇报今日份的工作安排 从两人相谈甚欢的样子来看,显然这两年来他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汇报结束,老彻发问 那么,请你带着明天的吓唬 是 老彻将小美一把搂进怀里,却并没有立马开动 而是发出一个提案 她可以重新选择跟小帅的宝洁公司合作 并且大幅提高酬金 但条件是,她跟小美的关系不能仅仅只是kiss,还要fuck 没想到这两年来,老彻跟小美竟然只是单纯的接吻 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她真的,我哭死 然而,对于这么好的提案 贞洁猎女的小美却再次食动燃具 吻得如胶似漆之际 小美却突然停了下来 主人要助けてください 她这话的意思,显然就是同意了老彻先前的提案 之后就是同学们都不感兴趣的动作场面 我们直接跳过 老彻连忙一边穿衣服,一边指出 提案达成,她会和小帅签约合作 既拯救了丈夫的事业,又满足了自己的肉欲 小美感觉,自己胸前的红,红樱桃更鲜艳了 回到家里 小美立马宣布了公司即将和小帅合作的好消息 后者自然是喜出望外 当即为之前的无礼向小美道歉 有道是,夫妻没有隔夜愁 床尾打架到床头 夫妻俩透饮庆功酒,一笑米恩仇 夜里 小帅还想啪啪啪 进一步修复夫妻关系 却被小美以肚子疼唯有给拒绝了 估计是老车的腊肠太长太大,给她弄疼了 小帅只得兴兴地爬一边睡去 小美却回想着日间跟老车的fuck case,久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 小帅如约来到老车公司,签订合同后,便立马开始干活 这边乡,小美也在老车的要求下,干起了口活 于是,小帅在外面清理着公司的墙,小美则在礼物清理着老板的腔 一个是物理层面的清洁,一个是生理层面的清洁 真可谓是,男主外,女主内,好一对模范夫妻,卫生雕兵 老车严设之后,还故意让小美出去洗脸 小美只好捂着满脸的曼秀雷敦,经过小帅所在的走廊,跑去卫生间 给小帅看得一脸猛逼,只得对小美鼓励一句,加油 需要加油的是你啊,喂 同样是淡宝洁,人家95号汽油,早都嫁好了 你还给这磨洋公,怪不得公司没生意呢 晚上,老车领着小美接待客户 三人吃着火锅唱着歌,打着宝格唠着嗑 可能是我不懂幽默,完全get不到他们的笑点 但小美却在旁边听的是王八走毒,憋不住笑 应酬结束,老车和小美来到情侣酒店 还在回味刚才饭局间的趣话 随后,小美郑重感谢老车选择重新跟小帅合作 小美回到家里,已是深夜 却发现小帅仍在等他,还准备了蛋糕,给他庆祝生日 小美搂着小帅,又感动,又愧疚 想起了小帅的话外音 影片结束 先说结局 原来男配早就已经察觉到了女主的出轨 是在求婚未遂的时候 还是在走廊擦肩而过的时候 亦或是别的什么时候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他在明知妻子与上司有染的情况下 却不予揭穿、阻挠、抗争 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男主等同于施舍的合约 可以说是铁了心要将这碗软饭硬吃到底了 至于头上的青青草原是什么色号 Who care 再说回到影片本身 本片作为麦记招牌企划人亲密书 和接纹满社长室中出信交的最新作 OL、丝袜、发Kiss、情侣酒店 这些固定元素是一个不辣 全数尽奉 男主的饰演者小泽彻老师 也呈现出了老艺术家应有的水准 还在P3贡献了少有的KissCon 女主的饰演者藤环奈老师 武戏方面的表现 在我这里已经贷款她的生涯最佳 这正是社长暖、秘书软 水稻渠城真圆满 要问有啥简分项 5系实在有点短 最后的彩蛋 本片摄影棚仍然是东京都新宿区北新宿3 同系列 裸膜、NT2系列 密室接吻社长室系列的很多作品 都是在这里拍的 同学们是不是很眼熟呢